所以密宗里头讲 触地菩萨智慧 触地菩萨鸣心见心了 先得见菩提心 亲近菩提心 自此一时 出神 无量之三昧众持门 为什么 一句佛号里头就是无量三昧众持法门 一样都不去 见识 阵长 到尸体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到尸体 这下面有个关乎 这是密教的尸体 跟弦教的尸体不一样 那么更有十一地 十一地就是佛地 一转身补佛处 世民一身补处 后补复 这个佛地是后补复 他一转身就成佛了 不出菩萨 他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独帅天 独帅是什么意思 知足 知足才能成佛 不知足 不知足永远成不了佛 不知足永远成不了佛 啊 什么什么知足 彻底方向 身心清醒了 没有丝毫任务 没有对待 没有对待 并法界虚空界 一切法 平等平等 无有高下 这是不出菩萨 不出菩萨得到大欢喜 你看弥勒菩萨 是现地像 欢喜像 那是什么 发喜充满 你要不懂得发喜充满的意思 你去看弥勒菩萨 从这上体会到发喜充满 真欢喜 真快乐 历苦的路 历究竟苦 得究竟路 这叫一层不出 下面 如大书 六页 这个大书 就是大日经书筹 第六句 那 今之今中 这个词今 是大日经 那 中是中止 为一生的 为从一而生也 这个一生 从一而生 初得 见菩提现实 从一舍之地 发生无量无边 三位中止门 如数如是 一一地中 次第增长 当之宝儿 当之一耳 其知 第十地 满足 未知 第十一地 十一地 它很没到 这个地方所说的 华原经上讲的 我们怎么修 我们把华原经斗完了 最后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到归几路 我们从华原归进土路 这是华原的本意 是华原成佛的捷径 你细看 善财五十三层 他为我们实现 尽忠的修训 真 就像海贤老和尚 为我们实现的一样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 也是五十三层的 这个社会上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这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 啊 跟他们接触 跟他们往来 劝导他们念佛 帮助他们深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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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才啊 海贤老和尚做得很像啊 我们要能细心体会 知道老和尚的用心啊 啊 密教 出地 就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了 啊 从出地 一直到是地 一地一地 向上提神 经上说得好 从夜舌之地 法神无量无边 三位宗旨们 这夜舌两个字中有 一 真实 一就是真实 真实就是一 修行 修行 用什么修 用衣食 来修行 啊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 工作 待人介物 要用真诚的 真诚就是一 啊 啊 二就不真诚了 二就有对立了 二就有善悟了 二就有是非了 那是世间法 啊 一 超越世间 那这一句 法神 无量无边 三位宗旨们 是夜舌的得用 夜舌能神 能法 一切法 无量无边 三位宗旨们 无量无边的三位是什么 于无量无边法当中 不齐心不动念 就叫三位 一切法 完全通达明了 叫宗旨 那 尽忠念佛法门里头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三位宗旨 无量无边三位宗旨 就是这一句佛号 如是 夜夜跌整 四地增长啊 当之一二 也是 用成习惯了 从此不断向上提升 从一地 提升到二地 二地 提升到三地 三地提升到四地 一直提升到地 十地 四地增长 到十地 圆满了 他还没有能到十一地 二十 从意识境界 意识境界 是舌报专业图 华严经社所说的 这个舌报图 是华藏世界 在尽宗 这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舌报专业图 知足发生 一切专业 这是自然的 这个一切专业 就是极乐世界的 一一真专业 啊 往生论上给我们说出 一报有十七种 啊 正报佛有八种 往生的菩萨有四种 这个专业全是从自信 自然流露出来的 没有七心动力 那 为少如来一位 未得正知 更有一转法心身 即不复复处 这叫一身不复复 这还要向上提升一击 实体菩萨 实体菩萨 实体菩萨再向上提升 这就是一转发现身 这就是灯教菩萨 不复处了 故名一身不复 阿 弥 佛 佛 阿 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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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对佛 《非中国大学之法》 阿弥 佛